那你讲一下当时情况吧 相互贵人 因为那个时候啊 就是有那么一个段时间 就是很迷茫 迷茫的原因在哪 就是觉得相声 到了一个天花板了 就是我也想看看 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 突破 突破一点 然后在作品上看看 怎么再加强 但后来写了几个作品 自己感觉也都不满意 因为当时呢 全国也获了很多 诸多个大奖 对相声应该讲说到天了 这是应该得奖 得奖得到天了 最高奖都拿了 对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说 我非常理解他 就是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尤其是在艺术创作方面 是非常认真的 包括他演的小品也是如此 他就是在那个转型期的时候 他确确实实 他有过迷茫 就像他自己说的时候 他开始尝试表演小品 那个时候您已经认识他了吗 我们很早就认识 我们80年代就认识 对对对 我们很早就认识 你不是70后 你怎么82年代就认识啊 那那一代 对呀 他一直说他是70后啊 70后这叫什么呀 我也70后啊 我也70后啊 你也是70后 70后啊 是啊 所以我说我是80后 有什么可以的 对不对 太自信了啦 也不好 对 80后 人家这70后是七几年生的 您对80后是八十多岁是吧 也不可以 见过龙虾 没见过这儿龙虾 所以我就说刘刘老师 他始终在艺术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就一直在突破 在创新 在探索 在使自己的艺术向上走 这是我 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 后来您就 从向上想往小品转了 对啊 我们俩合作过 然后就汉林哥带着我 演小品 金珠姐带着我 然后当时还有杨磊 对对对 我们合作了诸多诸多的小品 应该是汉林首先先从相声转到小品的 他是首先先尝试的 他是 汉林兄是从相声转到小品 从小品转到影视 在我们相声圈里 是很早很早 开磨叽 对对对对 龙虾师 王导老师 你俩合作过 有这事吗 绝对有 这一点上龙虾没有说瞎话 这一点我绝对证明 真的我们当时演的就是 赵立荣老师演的那个叫 功夫令 功夫令 就是那个赵老师教我练武术的那个 后来写词的那个 对 下边的那些小朋友 练武术的小朋友 包括我跟赵老师在舞台上的 那一朝一世 都是王导 来作为我们的指导教练 王老师还有这辉煌的时刻呢 对 你看你们都合作过啊 嗯嗯 龙老师后来您在电视上看到王文念同学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点惊诧 哎呦这胖子怎么上这儿了 说实在话 对 我真没有想到 合虾变龙虾 大小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谢谢您 谢谢您高老师 但是实实在在地讲 无论是他节目的构成 这个平台的建立 包括请来的嘉宾 不管是素人还是名人 做的都非常的细致到位 呃有很多的地方是触动人心的哎呀 节目最难得的就是触动人心 就是今天你们把这么大一个坨的东西又请到这儿来 就是这样再一次触动观众的内心 但是但是但是我更喜欢的是还是小王 我跟你不一样啊我跟你不一样 他就喜欢我先喜欢大王对 然后再喜欢小王 你看人家龙老师 人家就是个正常人 你说我不值得你喜欢吗 不是我 我从哪一点不值得你喜欢 因为我觉得你忘了 你应该先喜欢他龙虾还是很好吃的 哈哈哈 不是但是他龙虾他也分成活的和死的 哈哈哈 这价格就不一样哈哈哈 你看人家小王啊 人家从主持然后到出书 最后人家到讲课 哎呀这您都知道啊 对啊然后你再看大王 从主持到主持 主持啊 还是主持 还是主持 最后变成了主食 对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时候就是人呐 你得你得进步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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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进步 你看你的动作 你就进步不了了 你知道吗 哎哎终食了就这样 哈哈哈哈哈 一般都是吧 对对对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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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也就说你们二位已经合作二十多年了 哎 对 是 认识三十多年 认识三十多年了 对对 合作 呃 然后我去 然后我又拍了一部戏 又把他请来 我们基本都是这样 对 刘老师 你现在都做那个大导演了 你还不给王文静老师 弄一个什么 匪兵仪 匪兵甲的 让他演一下 我觉得那对王老师 是不公平的 我个人认为 应该给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整个剧组 都是灵魂人物的 这样一个角色的位置 比较好 我那个送盒饭呢 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公平 民以食为天 你离不开吃 你甭管是谁 我下一部戏真有一个角色 一共是50多场戏 叫《神秘人》 就跟刚才藏在那里一样 对 他藏在那里 里内还要神秘 他从头至尾 就没录过两个 将近50场戏 打电话 打 跟踪 然后再打电话 再跟踪 全是背影 全是 字幕怎么写 龙虾人 就那个没脸的 哈哈哈哈